一本谈公众委资跟调查报道 一本谈资料新闻学 一本谈社交媒体跟新闻业都开封气之先 所以我接手要编的时候心理压力就非常大 那我那时候跟几个朋友在讨论是说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到底要是什么 后来我们就想说 这几年台湾整个新闻界最大的一个冲击 可能是说我们主流媒体大概 在经济上越来越好说 但是在表现上可能也是越来越走下去 他可能去追求一些什么 裸体诗意丑闻评文 然后追求基督新闻 然后甚至自务性行销 那在新闻专业越来越迷失的过程里边 我们会发现现在还延续在发展新闻专业的 最主要可能是一些新的独立媒体 新的独立媒体 那包括这几年新闻奖下也证明 这些独立媒体所得奖的比例 可能绝对不输大众媒体 甚至高与大众媒体 所以我们觉得独立媒体的创业 可能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主题 那加上我们去年曾经办过 独立媒体的联合的实习意义 就是说我们努力大众学生 因为我在学校负责那个专业实习课 然后专业实习课第一年的时候 我吓坏了 因为学生到媒体实习 回来跟我跟我谈 报告的是说 他们在媒体里面 怎么做自助性行销 怎么那样 那我就觉得他还是专业实习 那是专业堕落 所以我们后来跟独立媒体学院 我们就谈说 那我们来办一个独立媒体的联合实习营 那在联合实习营的第一天 我们请每一个独立媒体来报告 他们的状况 那我那边听了一整天 平安云说我很震撼 因为我自认算是对独立媒体有一些了解的人 但是当每一个独立媒体来分享他们的工作内容 他们的工作的秘诀的时候 我觉得有太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独立媒体不只是在专业上有很大的表现 而且它所做的很多东西 是台湾新闻界未来可能是说专业要重新再发展的一个保障 所以我后来就跟包括优质新闻协会 包括独立媒体工作者协会 包括辅大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的老师 我就讨论是说 那我们就以独立媒体的创业来作为今年的主题 那我们就决定办一系列的对谈 所以我们最后从暑假开始 大概从八月到十月 我们就办了九场的对谈 那每一场请两位独立媒体的创办人来对谈 来谈他们自己在新闻专业上一路走来的整个专业历程 以他们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做新闻创业 那他们在选择新闻创业的时候 他们的发想 他们的定位 他们怎么去解决财务的问题 怎么去发展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报道问题的问题 然后另外包括他们怎么跟科技社群 跟设计的社群合作的这些问题 那这一系列的对谈 整个对谈下来 平常说我作为那个对谈的主持人 我收获也非常大 等于是说 他又让我更进一步去了解独立媒体 越了解这一独立媒体 我越觉得它是台湾未来的一些希望 因为总的来说 我在这一系列对谈里边 看到第一个是说 这些独立媒体大概都是所谓的垂直媒体 不是水平媒体 也就是说 他大概专精某一个特定的领域 然后他不做综合性的报道 所以你去看每一个独立媒体 是说论规模 他完全没有办法跟大众媒体 不仅是报纸电视 甚至连杂志社的规模 他都比不上 可是在他专精的那个领域里边 他几乎都是台湾最强的 比如说就冗业来说 上下有只有三个记者 那他远远没有办法跟 终止联合自由的苹果比 但是碰到农业的议题 大概全台湾没有媒体 能够比上下有更强 那这个等于说 我看到专注的独立媒体 它带来了一些希望 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 台湾未来媒体的一些机会 可能不再是出现一个新的 好的大的媒体 因为这个我们也期待 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可能性太低 我们所期待的 也许更大的媒体改革的可能 可能是出现更多的 更多好的独立媒体 好的垂直媒体 这些独立媒体 垂直媒体形成一个联盟 以群的力量来对抗大众媒体的大 那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可能性 那第二个可能性 我是看到是说 独立媒体它在报道形式上 它是非常勇敢的 去做很多实验和创新 比如说台湾最老牌的独立媒体 苦劳网的创办者孙琼 他在今年初离开苦劳网 然后创办了一个叫 焦点事件这个媒体 那这个焦点事件的媒体 跟苦劳网的产制流产就不一样 苦劳网是以文字报道为主 但是焦点事件 它是会组织一群 包括会设计的 会行程式的 然后各领域的一群人 然后他们每一个议题 会花几个礼拜的时间讨论 先收集资料 然后再开读书会讨论会 讨论出重点来 重点列出来之后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 先化成资讯图表 那先化成资讯图表之后 他再开始写报道 所以孙琼甚至说 他现在写的每一篇报道 每一篇分析 几乎都可以当作是 那一篇资讯图表的图说 那这是一些新的方式 那像在座的 何荣幸的报道者 他们现在在做 另一个专题报道的时候 也不是文字归文字摄影归摄影 而是文字摄影写程式的 画图表的做资料新闻学的 是在一起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会是台湾 新闻界未来要提升专业 专业不只是内容 跟表现形式上的双重专业的 一个很重要的利益 那第三个我们其实也看到 就是说这些独立媒体 他们大概勇敢地去尝试 更多元的营收 也就是说独立媒体的人规模小 它并不一定需要广告 所以它可以实验很多种可能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上下游主要是 以卖小龙的产品 来赚取一些利润 支撑记者报道 然后像苦劳网 它主要是以小额的捐款 那泛科学现在 现在也在贩售一些 科学方面的产品 也就是说独立媒体 让我们看到 看到在未来 等于一些小而强的媒体 它可以藉由实验多元的营收 来维持它的独立性 然后来继续跟生存跟发展 那第四个我们其实也看到 台湾非常难忍可贵的一点 是说我们每个独立媒体都很小 但是我们的社群的相互资源 其实是很强大的 像比如说新闻议论坛 那时候就跟GTV的社群 有很密切的合作 很密切的合作 然后他们做了很多报道 大概在这个部分 都有很紧密的合作 那现在报道者跟网络社群 跟设计的社群也有合作 也就是说台湾的独立媒体 特别的组织结构 可能都规模很小 但是台湾有整个大的社群 在支撑这些独立媒体的发展 那这些大的社群 除了像GTV这样的黑客的社群 然后像Info to Ag 这样的设计社群之外 也包括像维侣 像SOS也在提供各种不同的资源 来支援这些独立媒体 那这个对我来说 我在这里看到的 不只是独立媒体的 现在这几年能够如此蓬勃 而且专业如此受肯定的一些原因 而且我也看到台湾整个媒体 未来改革的一些方向 也就是说 这个不只是独立媒体的表现 而且可能也是大众媒体 未来可以探索的一些方向 所以在做这本书的过程里边 我这里其实也学到很多 那所以这本书的最后的内容 当然就请各位提名指教 那我会觉得这本书的讨论 可能只是开始 我们希望后面有更多的讨论 能够持续进行 那最后我要说的是 这本书能够出版 我必须感谢在座的三位工作人员 第一位是卢艺师 他是独立媒体工作人 他是鼓励媒体工作者协会的执行秘书 然后所有我们的所有的 座谈的访谈的联系 跟那个引言的一些撞稿工作 都是他负责的 那第二位是赵敏 赵小姐 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访谈的 每一个字都是他写的 他可能是我看过的 最令人震撼的一个记录者 我从来看过那个座谈记录的 他第一次交来的稿子 我大概看完 我只能抓出两个错字来 那我跟他说 然后中间文具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其他地方需要修改 而且我跟他说 我只看到两个错字 他还非常惊讶说 还有错字 他也就是说 他是一次就把整个工作做好 而且后来 我们又要再做排版的时候 他又把整个文章又顺过几遍 所以各位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成果 包括每一个字 其实都是他的心血 然后他校对子子戏 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控半格 这些都会被他抓出来 然后这个破折号 两个直线没有连在一起的 通通被抓出来 他可能是我看过最认真 然后最仔细 而且最有组织能力的一个记录者 那我们谢谢赵敏 然后第三位是谢国臣 他是 他是我们的录影的工作者 也是我们这一本书的整天台的人 然后他所有录影的东西 他现在已经整理的差不多 是说他要重新剪辑 那我们未来会把这些座谈的 里面的内容也上网跟大家公开 让大家可以拿书的内容 跟里面的内容做一个对比 那我大概要跟各位讲的大概就是这些 那这是我们这一年一个 有一点小辛苦 但是是一个很 对我们来说收获很大的一个成果 那希望能够对各位也有一些帮助 那就谢谢各位 谢谢 阿修老师客气了 这个这本书是协会出版四本书 我认为最有漫向的一本 阿修老师这一年辛苦 那个 阿修老师等一下要帮我建议几位 他们都是书中的主角 对不对 他们可以分享 不过在他们分享之前呢 我们要讲刚才说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说的事情 其实有影响还不够 我们还有人来支持我们 除了很多来自于各界里外 那书籍的出版这几年来 我们都很感谢中华电竞公司 那应该跟我用0932 这是中华电竞公司 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不过anyway 我们还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中华电竞公司 法规处的林经理在这 他一直说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我说不行 唯善要认知 来 引起你咯 张景去吧 哈哈哈